股市究竟有规律可循吗?时不时就会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股市随机性太强了,很难把握 但又觉得有规律,自己又没找到,或者找不到 所以就很困惑甚至迷茫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 先表明我的观点,股市有规律,而且规律很明显 掌握以下这六个炒股周期铁律 你对行情的判断和个股的把握都会很清晰准确 从而收获更多利润 大家好,我是股市秦川牛 首次看我视频的朋友加个关注 老朋友记得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进入主题 首先第一个周期,业绩周期 每年有四个节点 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和年报 这其中年报是最全面最可信的 因为只有年报会要求必须出具审计报告 其次是半年报,最后是季报 对于大多数主力来说 业绩超预期的品种是他们的最爱 通常都提前会有调研跟踪,埋伏 等到利好真正公布,就会借助利好出货走人 这也就是经常讲的利好出尽就是利空 利空出尽就是利好的原因 除非业绩利好超预期 或者之后的高增长能够持续 那么就还会继续往上拉升 详细的公告时间为,一季报是每年的4月1日到4月30日 半年报是每年的7月1号到8月31日 三季报是每年的10月1号到10月31日 年报是第二年的1月1日到4月30日 比如当下就是年报和一季报的披露时间窗口 也就是最重要的年报披露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发布情况 发现业绩大涨超预期的股票,吃肉还是不难的 第二,情绪周期 那每一轮行情的转向都伴随着市场情绪的变化 我们散户基本都是在看指数涨跌来猜各股走势 而主力却是市场各股情绪的调动者,影响者 每当市场极度悲观 大家都大骂股市止损割肉的时候 主力往往很快就能拿到足够的廉价筹码 紧接着就是一个拉升 当你还在思考是优多还是反转的时候 主力早就给你写好了剧本 俗话说,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诞生 犹豫中上涨,一致看涨的时候结束 这种变化已经多次在市场中出现 这是不可逆的大趋势 所以情绪周期要重点关注 第三,大盘周期 互生两市有4650只股票 其中95%的股票都会受大盘影响 跟随大盘的截图波动 那剩下的5%的牛股 散户能做到和真正能拿住的是很少的 比如春节前我就分享的景点级旅游这个板块 一个贴粉在这个板块也赚了13% 在评论区贴出了自己的盈利截图 在近期这个环境下实际还是不错了 但我的吃上却接近50% 这就是选对赛道顺势而为 不过如果你自认为还做不到 那就建议你多看我的视频 我每天会花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看盐报财报研究股票 当行情好的时候抓住机会 即使一年只做30个交易日 也能赚别人一两年赚的钱 甚至更多 学会顺势而为是股市的首要生存法则 第四,热点周期 每一轮大的上涨行情 必定是有体量较大的大哥带头 其他的热点小地跟随 形成具有持续性和赚钱效应的行情 比如前两年的白酒医药 之后的新能源 近期的大金融 没有主线的方面 即使上涨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因为热点太小 同时期换太快 一不小心就会被套 下跌的时候更是很难性免于难 只有热点主线才有容错率 其他比较涣散的主线 虽然时不时也会来一下 但是还是以主流板块为基础 如果你预判埋伏的能力有限 那么就跟随市场博弈出来的方向 跟紧节奏 直到新的主线出现 第五,技术周期 短线就看五日十日二十日短期均线 中线就看一百二十日半年线 股价是靠资金在推动 那资金也是有长短值分的 短线资金往往注重强势 基本会维持在短期均线上方运行 即使偶尔击穿均线也会快速收回 继续强势上攻 中线资金的波动不会像短线资金那么大 它的趋势稳定 股价在半年线上叙事盘生 看不懂技术周期的话 追涨沙地就会成为常态 该等的要等 否则市场不会给你想要的结果 不管是长线还是短线 只要在技术周期之内顺势而为才是首选 一般转线高手只做强势的股票 第六涨价周期 这也是近期市场炒作的一个重点 比如每次的中周期 之前的芯片半导体 近期的延湖体力 煤炭 顺周期的有色等等 这些板块无一例外 都是因为涨价周期出现 才启动的上涨 不管它是什么原因涨的价 在涨价周期的上半场 对应的行业和客户 都能出现一波上涨 涨价效应一直是A股二级市场 炒作的核心逻辑之一 如果你发现某个行业的产品价格 持续上涨 那此时进场往往能吃到大肉 比如你是做农药化肥生意的 或者你有这样的朋友 那么当你知道相关产品价格 开始大幅上涨 那么你就可以提前埋伏 进相关公司的股票里 等到市场发掘出来时 往往会有很不错的输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跟大家闲聊几句 股市里真正赚钱的本领 从来都是学费交过了 未出来的 还要经历市场牛熊起伏洗礼 加上相当长时间的检验和激励 往往才能真正站上金字塔的顶端 我们老百姓赚钱都不容易 通过秦川经的分享 真心希望看到的股面 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股市目前有86万亿的市值 再讲一点就过百万亿了 有近两个亿的股民 市场足够包容一切 你赚钱不影响我 同样我赚钱也不影响你 我分享的都是我十多年来实践检验 一路摸着石头蹚过来的经验统结 从来都是诚恳并且真实 感谢大家的认可与支持 包括不认可的我也都虚心接受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觉得不错的朋友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问题或者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看到了我会及时回复 也欢迎大家转发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朋友能够看到 我是股市青春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